这期继续分享调查第二十篇,文娜穿戴完毕,下楼到后面休闲厅见了一下姨妈,姨妈鼓励娜尔前几天回老家办事去了,今天早上才回来,刚回来就听说外甥女被绑架了,刚就出来,可把她吓得不轻,她从小就最疼文娜,啥事顾不上,立马就跑来看文娜了,一来看,啊,怎么还睡客厅啊,哦,幽闭恐惧症,可怜的外甥女居然被吓出心理疾病了。 古丽纳尔更心疼了,此刻外甥女终于睡醒了,自然是抱在怀里,又看又亲。文娜也很亲密地跟姨妈撒了会儿交,就跟妈妈说要出去一下,晚饭不回来吃了,古兰丹姆的脸顿时就拉下来了,古丽纳尔一听也嚷嚷道,这怎么行?姨妈特地过来给你做好吃的,姨妈的手艺可好了,店里的大厨都敬我三分。文娜说我跟人约好了,去看看古教授。 整个案子的前因后果,古丽纳尔都听说了,那是救命恩人,是得去看。 但古兰丹姆知道女儿的小心思,当时就问道,你是想去找卢振宇是不是? 文娜懒得扯谎,直接三言两语地把卢振宇钻下水道进魔窟,逼死黄宗盛。 警察发现冒烟才知道魔窟位置,然后谢小曼是如何吃官司被刑拘地说了一遍,然后告诉妈妈,自己出去就是要和卢振宇一起去看古教授,想办法搭救谢小曼。 这些内容,古兰丹姆也是第一次听到,他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大本事,一时语色,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倒是古丽纳尔对卢振宇颇为欣赏。 他说,我也听阿布拉江说过,这是个好小伙子,那谢小曼也是因为勇敢才摊上事的,小文你去吧,古兰丹姆你就别再拦着了,真主教导我们。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互助。 听姐姐讲经,古兰丹姆立刻头大了,赶紧摆摆手,说好吧好吧,真主说得对,小文你去吧,别玩太晚,一定要注意安全。 文娜的木马人还在仿制宿舍那边,自从他被绑架那晚就没动过,古兰丹姆心疼女儿,拿出宝石姐911的钥匙给他,文娜看着钥匙犹豫了一下,拒绝了,说着接骨眼上, 还是低调点吧,我打车好了。 古兰丹姆很意外,女儿经此一劫,倒是变得更懂事了。 文娜打车来到仿制宿舍,开了木马人去天鹅宾馆接卢振宇,两人虽然才两天没见,但就好像已经分别多日一样,相互诉说了半天,文娜还特地凑过去秀了秀,笑道。 还行,不臭。 卢振宇冤屈大叫道。 拜托,我洗了好几遍好吧。 两人一路说笑着,很快开到了古教授家楼下,停好车,上前敲门,敲了半天没人开,这时候对门门开了,上次那个老阿姨探出头来,打量着他们,两人立刻认出来了,文娜笑道。 阿姨,又是我们啊,你忘了吗,我是江音舞蹈系的,她是韩姐姐的朋友,我们来看古教授的。 那老阿姨想起来了哦,你们是上次那个,谢舍小曼的朋友是吧? 对对对,是我们啊。 老阿姨笑了,用手往外一指。 古教授上超市买菜了。 文娜很奇怪,您怎么知道的? 老阿姨自知失言,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地笑道。 他,他刚才出门的时候,我正好看见了。 文娜看了一眼门上的猫眼,笑了,他心说,估计这位老阿姨暗恋古教授吧,没事就趴门口偷窥人家。 文娜带着一丝邪恶的嘻嘻笑道。 哎,说起来古教授也怪可怜的,坐个轮椅还要自己出去买菜,也没个人照顾。 赶迷给他介绍个老爸好了,卢兄,你们系里那个王老师就挺不错的,绝对配得上古教授。 卢振宇一愣,知道文娜又恶趣味了,虽然戏耍人家对门空虚寂寞老太太颇不人道,但他很高兴文娜这么快又开朗起来了。 果然,那老阿姨一呆,闪过一丝少女般的慌乱,努力掩饰着笑道。 其实,古教授身体还是不错的。 家乐福就在旁边,他推个小车就去了。 就是那种老年购物车,还能当拐杖用,实在不行,我也能帮他一把。 看着笑兮兮的文娜,还有可怜兮兮的老阿姨,卢振宇看不下去了,偷偷拽了文娜一把,笑道。 那我们不打扰您了阿姨,您休息吧,我们也到超市转转,没准还能碰到古教授呢。 不由分说,拉着文娜就走,文娜还开心地笑道。 阿姨再见?到了外面,文娜低声笑道。 卢兄,我敢说这阿姨还是个老姑娘,你信不信? 卢振宇提笑皆非,压低嗓子责备道。 小文,你怎么就喜欢拿人家开心呢? 在你看来是好玩,在人家阿姨看来,可能就是一生的痛呢。 一生的痛,这词用得好,真不愧是中文戏,文娜笑兮兮地垂了他一拳,开开玩笑而已了。 好好好,我不,拿人家开心了还不行吗?真是善良地撒手眉。 两人走出院子,就看到家乐福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朝礼,古教授盘山着,推个老年购物车,慢悠悠地往外走,小车里装满了米面,鸡蛋和蔬菜,还露着几根大葱。 两人赶紧迎上去,卢振宇要抢过来帮他推,古教授吓得不行,赶紧抓住不松手。 哎,可别,给了你我就没拐棍了。 我全指着扶着这个,能走两步呢。 文娜笑吟吟地道,古教授,您还蛮吃香里。 可不是吗?吃香,古教授也得意起来,笑道,自从这几栋楼宝珠之后,我就吃香了,天天排着队要请我吃饭。 我说,你们想干嘛,不会是也来请我吃饭的吧? 哪能啊?文娜笑道,您这把年纪,再吃可吃不消了,他们不疼您,我们疼您,不吃饭,就是看看您,陪您聊聊天。 文娜小嘴像抹了蜜一样,把老头哄得眉开眼笑,很是开心,领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 开门的时候,卢振宇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对门,似乎感到猫眼后面的光线一暗,进门之后,两人七手八脚地帮古教授把买的东西整理好,然后扶他坐在轮椅上,卢振宇帮他倒水吃药,文娜背着手,欣赏着客厅的摆设。 虽然房间里透着一股清贫气,但却没有一点庸俗气,没有什么装修,地面还是老式的石墓地板,墙面就是普通石灰粉刷,下半截刷成淡黄色,萌布沙发,茶几上一如既往地摆着一盘色相聚佳的新鲜水果,整体还是七八十年代的味道。 但书架上却摆满了各种书籍,除了的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的专业书之外,还有大量的文史类书籍,全套二十四史,诸子百家,明清小说,楚词,汉月辅诗,唐宋八大家,甚至还有佛经。 大部分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版本,还有大量的中华书局和商务运输馆的书,而且看摆放的随意性和新旧程度,绝对是看了不知多少遍的,不是买来装逼充文化人的那种。 古教授看他对自己的藏书颇有兴趣,往屋里一指,神秘地笑道,喜欢看书啊,里边还有,去里边看看。 文乐绕有兴趣,按照他指的方向进入了里间,这是一间书房,面积很小,除了一张书桌和两面墙的书柜之外,几乎再放不下别的了,出乎太意料的。 这里的书,几乎像个小图书馆,除了书柜塞得满满当当的,就连地上也放着一堆一堆的书,全部是书籍冲外,大概是便于选书吧。 现在他是明白了为什么古教授要把一部分书摆在客厅了,不是,为了装逼,完全就是因为里边摆不下呀。 其中有两排格子,外面摆着两只造型古朴的同质皮修,里面摆着一个个古旧的纸盒子,上面用毛笔写着书名,文乐颤抖着小心打开一个,发现里面是整套的现装书,置于时期。 他怀着神圣的心态,从封衣口袋里,掏出一副黑丝绒手套袋上,然后极其小心地捧出一本翻看,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这竟然是宋版书。 宋代出版的书籍,因其书写和印刷的精美,价值流传数量稀少,历来尊为历代古籍善本之冠,一册书拍出几万,几十万的价格,一点都不稀奇。 他不禁崇敬地往客厅方向看了一眼,又小心地把书放回去,摘下手套,对这位老教授刮目相看。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文乐知道卢振宇会做饭,打发他到厨房去做饭,伴着卢振宇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声音,文乐先是跟古教授说了谢小曼的事,古教授说他已经听李涵说了,他判断问题不大,毕竟谢小曼确实打死了人,暂时拘留起来是难免的。 他估计,最后多半不会判刑的,而且你要知道,刑事拘留虽然听起来严重,但他和行政拘留、治安拘留都不是一个性质。 后两者是惩罚性质,拘泥本身就说明你犯法了,而刑事拘留并不是惩罚手段,它只是个防范手段,只是说目前你涉嫌犯罪,把你控制起来,防止你潜逃而已。 放心吧,我已经跟安犁天问过这事了,我跟他说小曼是我们老邻居,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小安你看着办。 古教授说者,捧起盖碗来,矜持地吹着,文乐看他这么自信,放心了,笑道。 原来您老,也会干涉司法啊。 古教授笑道,这叫什么话,一般我不干涉,这件事是非趋直明摆着,再不说句话还行吗? 嗯,小文,我看你好像心里不知装了这么点事吧,就这事儿,让小韩一个电话就跟我说了,你们还呸呸地跑过来,又给我做饭什么的,说吧,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文乐瞥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卢振宇,又看了一眼古教授,低下头,咬着嘴唇,似乎在思想斗争着,古教授也不催他,只是很耐心地等着。 文乐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的时候,眼中已经充盈着泪水,哽咽道。 古伯伯?我?我不知怎么的,有种很可怕的念头,你知道吧,地下室里被烧死的是黄宗盛,可是,我宁愿他潜逃了, 被烧死的是一个陌生人。古教授盯着他的眼睛,慢慢说道,你还是坚持认为,有个幕后老板? 文乐点点头,泪水滴落下来,古教授扯了桌上的抽纸递给他,问道,而且,你是不是也有怀疑对象了? 文乐接过纸巾,摇摇头。我不知道。 古教授叹了口气,说道,那你的可怕念头,到底可怕,在什么地方?文乐轻轻呼出一口气,说道。 那个人对我说,他是我认识的人。 古教授点点头,这个我听李涵说过。 那么,你怀疑谁呢?文乐咬着嘴唇,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不肯说。 古教授叹了口气,说道。 小文,你去书房,把我桌上的那叠纸拿过来,再拿一支笔。 文乐不明白,但还是去拿来了。 古教授把白纸摊在茶几上,在纸的中心写上小文两个字,然后在旁边写上小炉,又在周围画上几条线,分别写上爸爸、妈妈、哥哥、继父、陆刚、丁海、秦勤、李涵这些名字,组成了一张围绕着文乐的关系网。 他把笔递给文乐,说道。 来,你生活中还有谁,这些只是我知道的,你自己,把剩下的主要的填上,家人、朋友、同学,想起来的都写上去。 文乐一愣,接过笔来,咬着嘴唇,又犹豫着写下了几个人名,其中有自己交往比较密切的闺蜜,有舅舅阿布拉江,有姨父,有陆老师,还有一个江东音乐学院的教授,自己跟他练过琴。 他尝出一口气,放下笔。 差不多了,就这些吧。 古教授拿过来看了看,念念有词一番,又递给他。 现在,把你绝对信任的人,圈上三个。 注意,最多三个。 文乐点点头,首先在爸爸,妈妈上圈了两下,还剩一个名额,他犹豫了一下,圈上了卢振宇。 古教授微微一笑,看了一眼厨房的卢振宇,点点头,笑道。 这小子福气不浅啊。 文乐不好意思地一笑,脸颊有点红,古教授又笑道。 下面再圈去三个人。 文乐想了一下,提笔把舅舅、姨父,还有李寒圈掉了。 古教授看了一下,点点头,问道。 小文,下面剩的这些人中,还有没有你绝对信任的人? 我是说,百分之百,无条件的信任,有没有? 文乐又看了一遍人名,摇摇头。 没有了。 古教授捏着下巴,端向着剩下的一大堆人选,忍不住长出一口气。 我的天! 这么多。 他突然抬起头来,命令道。 再圈掉三个,不要求绝对信任,只要你认为嫌疑比较小的就行了。 文乐点点头,又圈掉了琴琴,还有两个闺蜜。 然后,他指着剩下几个闺蜜,抬头说道。 其实这几个也可以圈掉,他们虽然不是我最近的人,但毕竟不太可能。 好,圈掉吧。 于是,名单上还剩下陆老师,丁海,陆刚,继父,哥哥,音乐教授几人。 古教授端向片刻,说道。 再圈掉三个。 文乐开始犹豫了,但他提起笔,还是圈掉了陆刚,丁海,音乐教授。 这个教授。 他指着名字解释道。 嗯。 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所以。 古教授微笑着点头,表示他明白,然后他盯着名单上剩下的三个人,沉默两久,叹道。 小文啊小文。 我明白你为什么觉得可怕了。 文乐颤抖着放下笔,古教授点点头, 接过笔来,说道。 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排除了。 我来替你划。 说着,他毫不犹豫地把陆老师圈掉了,原因很简单,他是女的。 别管别的地方再可疑,他是女的。 文乐望着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 古教授盯着他,沉默半上,很艰难地问了一句。 小文。 我也喜欢看推理小说,但我从来不依靠推理小说的方法来办案,因为我知道,现实案件和小说上的,根本是两回事,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偶尔也会说出治理名言。 你知道吧,福尔摩斯说过一句话。 文乐无声地大口哭泣着,颤抖着说出来,我知道。 他说过。 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那个无论多不可思议,都是真相。 正好卢振宇端着炒好的菜过来放下,突然看到文乐这副样子,吓了一跳。 小文,你怎么了? 文乐抬起头,望着戴着围裙的卢振宇,一阵暖心的安全感,伸出手拉住他,却哭得更凶了。 卢振宇惊疑地看了一眼古教授,古教授指了一下那张纸,卢振宇刚想拿过来看,文乐一把抢过去,迅速团成一个纸团,装进口袋里,可怜兮兮地望着卢振宇。 古教授摇头道。 小文,你这样逃避不行的,你不是第三个就捐了小卢吗?这份信任还不够吗? 卢振宇急得不行。 到底怎么回事啊? 文乐深吸一口气,流着眼泪,把纸团递给了卢振宇,卢振宇拿过来三两下展开,看着上面的一大片名单,只有其中两个没被画圈,虽然他不知道过程,但连蒙带猜,也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 古教授,他试探着问道,这是,这是排除法吗? 古教授点点头,问道,小卢,你老实说,你,或者小文,之前怀疑过这两位吗?哪怕潜意识里的一点猜测也好,有吗? 卢振宇立刻就想到了自己之前那个大脑洞,他犹豫着要不要说出来,就看文乐低着头,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卢振宇也是心中怦怦跳着,大惊失色。难道小文之前也怀疑过他的继父或者哥哥? 古教授盯着文乐,命令道,小文,抬起头来,勇敢一点,我问你,你觉得这两人谁的嫌疑相对更大些? 文乐颤抖着抬起手,慢慢地在哥哥两个字上指了一下。 古教授不经意地皱了一下眉,似乎觉得不对,但他沉溺一下,仍然问道,为什么? 文乐轻叹一声,闭着眼睛,哽咽着说道,我知道,哥哥对我有,有企图。 古教授点点头,嗯,有企图,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文乐想了一下,低声道,以前怀疑过,但是最近才确定。 我哥哥有三部手机,一部存的是家人朋友,一部,是业务使用,第三部存的都是他的女人们,三部手机型号,外观都不一样。 以前,有一次我回家吃饭,我哥也在,我想给别人打电话的,不小心拨错了,打给了我哥哥,结果我看他掏出了第三部手机。 发现是我打来的,当时他显,得有些尴尬,说句笑话掩饰过去了,当时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但并没多想。 直到这几天,我一下全想明白了,地下室里不是黄宗盛,应该就是他。 古教授之前分析的嫌犯画像,再没有比他更符合的了。 古教授捏着下巴,沉吟着,微微摇头,但还是说道, 不错,我之前确实有过和你相同的想法,不过。 文乐犹豫了一下,低声说道, 昨天? 昨天夜里,他两人都是一愣,同时问道, 昨天夜里怎么了?文乐把昨天夜里的奇怪事情说了出来。 古教授和卢振宇面面相去,过了片刻,古教授沉吟道, 小文,你哥也许确实对你有想法,甚至昨天夜里,确实想干什么事,但我告诉你,应该不是他。 文乐吃惊道。 为什么?古教授继续说道,甚至昨天夜里,他都并没想干什么, 就是像他说的那样,只是一次很正常的下楼,到地下室去拿纸, 只不过忘了你睡在客厅,他也吓了一跳而已,你处在惊恐的状态下, 产生那种怀疑是很正常的。文乐其道。 可是,可是,您为什么断定不是他呢? 古教授忘了一下卢振宇。 小卢,你来告诉他吧。 卢振宇迫不及待地说道, 小文,当时你在下面的时候,那个老师,一直都在里面吧? 对。 好,我告诉你,就在那段时间里,许家豪一直都在外面。 文乐惊愕地看着他,卢振宇点点头。 没错,他跟我在一起,正在游乐场组织挖掘机大挖特挖呢。 文乐怀疑地看着他,问道,我是18号晚上被绑架的,20号下午被救出来的,中间这几十个小时,他都跟你在一起。 卢振宇挖挖挖头,想了一下。 嗯,这倒没有。 古教授敲了两下茶几,提醒道。 好了小文,我问你,当时你听到上面挖掘机震动的时候,那个老师在里面吧? 文乐点点头。 对。 古教授说道。 当时许家豪就在挖掘工地上。 文乐望了一眼卢振宇,卢振宇点点头,表示肯定。 文乐低下头,目光又陷入了更大的惊异不定中,显然,这个无可辩驳的证据把他说服了。 卢振宇提起笔来,在哥哥两字上画了个圈,然后又毫不客气地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现在,纸上只剩下一个名字了。 文乐盯着那个名字,面如白纸。 与此同时,尽将第二看守所会见事里,陆傲天母子正隔着铁栅栏,抱头痛哭。 陆刚和律师坐在旁边,平常日理万机的他,今天特地推掉一切安排,和夫人蔡红一起来看儿子。 因为据可靠消息,儿子的杀人冤屈基本被推翻了,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作为商界枭雄的陆刚,此刻看着铁窗内的儿子,忍不住也是鼻子酸酸的。 这几个月,宝贝儿子真是受了大罪了,大概他的顽劣性子也被磨掉了不少吧。 等儿子出来,得好好补偿他。 彩虹鸿隔着铁窗,紧抓着儿子的双手,嚎啕大哭道。 天天啊,天天,我的心肝宝贝肉啊,你受大苦了,你马上就能出来了,你要什么妈妈都给你买,你不是说过想要不加迪威龙吗?妈妈砸锅卖铁也给你买。 陆刚吓了一跳,瞪着这美鼠娘吗?心说不加迪威行好几千万呢,整个金天鹅的现金流还没这么多,那真得砸锅卖铁了,儿子有今天,还不是被你从小这么灌出来的。 让他欣慰的是,儿子一边哭一边摇头部,妈妈,太贵了,我不要这个,能出去,我已经很开心了,我知道,你们为了救我没少花钱,给我买个法拉利488就行了,就是豪哥那样的。 陆刚松了一口气,儿子终于懂事了。会见结束后,蔡红又给儿子账户存了一大笔钱,又跟看守所领导打点了一番。 坐在行驶的劳斯莱斯车内,律师才有机会说道,陆总,天哨的杀人冤案是基本上可以洗清了。 不过,他欲言又止,陆刚看了他一眼。正义,有话直接说。 好,周正义律师点头说道,不过,我也跟省厅和高检那边的相关领导接触过了,人家让我问问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没有? 什么打算?陆刚拧起了眉头,仔细品味着这几个字。 蔡红在旁边扯着嗓子叫了起来。当然有打算,天天这几个月的冤狱白做了吗?申请国家赔偿,不光赔偿,还得处理责任人,都是哪些人办案的,该处理处理,该脱衣服脱衣服。 陆刚瞪了他一眼,让他闭嘴之后,试探地问周正义道。 正义,领导那边大概什么意思?领导的意思,这事不好办,因为天少不光背了这一个案子,前期审理的时候,他还承认了其他好几起案子,有酒吧迷奸的,有交通肇事的,有罪嫁逃逸的,有致人重伤的,特别是今年七月份那个杀人未遂案,就是把卢振宇打伤后,抛入淮江的那个。 蔡红哼了一声,冷笑道,这个我知道,那小子事后连点伤都查不出来,根本就是碰瓷,让他来告好了,没证据就是诬告,办他个敲诈勒索,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周正义点头说道,卢振宇确实不需要担心,但那个案子,起因是因为一起迷奸未遂案,对方是香港富豪为家成的外孙女。 这句话一说,蔡红黏了。 陆刚点点头,说道,我明白了。 正义,你帮我个忙,跟领导那边再疏通一下,就说,我们这边不准备申请国家赔偿,也不会主张什么错案,看能不能操作一下,先办个宝外,让孩子出来就行。 说着,掏出一张卡塞了过去,低声说道,密码和以前一样。 嗯。 周正义点点头,接过来装好。 您放心陆总,现在天少杀人嫌疑去掉了,很多事情就好操作了,我一定尽力。 他顿了一下,又说道,陆总,下午那个姓丁的小伙子又来了,要求您兑现五千万的奖金陆刚皱眉道。 姓丁的?哪一个?他凭什么跟我要奖金? 周正义说道,他女朋友叫秦秦,就是那个从地下魔窟里逃出来的女孩,他好几个月前就带着他女友到市局去作证,说天少涉嫌谋杀的那个女孩,其实也是魔窟里的,是被那个黄宗盛杀死的,天少是冤枉的。 陆刚冷笑一声,那我儿子怎么关到现在?周正义也笑道,当时他的女友精神不太正常,即使就算正常,警方也不会采信这种一面之词。 现在呢,因为警方攻进了魔窟,就出来十几个女生,他们看过照片,都说那个女生原先也是和他们关在一起的,最后也是在魔窟里被杀的。 虽然天少的DNA为何出现在那女生体内还不好解释,不过天少至少没杀人,这点已经肯定了。 陆刚冷冷说道,那就是了,所以我儿子脱脆跟姓丁小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让他滚蛋。 周正义点点头,那我有数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比较麻烦,陆总,还有一个私家侦探小组,就是您通过许太太联系的那个张老师。 彩虹立刻警惕起来。 哪个许太太? 陆刚瞥了她一眼。 老许媳妇,小兰,姓张的是她前夫,江北一家报纸的大记者,调查案子很有一手。 彩虹点点头,放心了,她跟小狼关系还不错,经常一起逛街血拼,那是自家姐妹。 我听说了,卢振宇钻地道找到的地方是吧。 陆刚点点头,双掌贴脸揉了一阵,缓解了一下疲惫,叹了口气道,他们也找来了。 暂时还没有,不过肯定得来要奖金。 五千万,不是小数目啊,虽说整个集团资产市值好几十亿,但目前市场不景气,好几个楼盘的房子卖得都不顺,资金链压力不小,别说五千万,连一千万都抽不出来。 就这,她还得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找银行贷款续命呢。 要是儿子还悬在死亡线上,那她就算把金天鹅整个卖了,都在所不惜。 不过儿子现在已经没危险了,那就。 亮晓菲君子,无独不丈夫,在这个世界上,仁义怜悯是没有丝毫价值的。 陆刚疲惫地靠在真皮靠背上,长叹一声。 正义啊,你看着办吧。 周正义虽然不是金天鹅的律师,但跟陆刚私交却不错,而且,正法口关系过硬。 之前金天鹅涉及的很多黑暗肮脏的事情,没少让周正义从中牵线搭桥, 就连他儿子陆傲天之前坑的爹、闯的祸,也没少通过周正义捞人平视。 周正义很了解自己这位老板的脾性,他一句话,一个眼神,自己就明白他想干什么了。 很显然,如果陆刚打算掏这五千万,那是绝对轮不到他周正义来看着办的。 既然让自己看着办,那就是打算赖账了,让自己想个甩掉包袱的办法, 卢振宇默默地给文乐夹菜,希望他吃两口,但文乐现在陷入极度悲苦之中, 就算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 看着梨花带雨的文乐,卢振宇突然想到一个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如果色魔真是许庆良,那他伏法了之后,文乐就不是金天鹅大小结了, 充其量只是一个饭店老板娘的女儿,虽然仍是富二代, 但好歹,不再那么高不可攀了。 他妈妈那两个饭店值多少钱,能有一千万吗? 到时候,自己再拿到一千万,那和小文完全就是门当户对了, 一切阻碍都没有了。 这时候,文乐楚楚可怜地看了他一眼,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 卢振宇正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很自私,居然生出这种趁人之危的念头。 但是心里另一个声音马上反驳道, 怎么了,又不是我卢振宇当的色魔,我一没杀人二没求尽的, 没做过亏心事,对得起天地良心。 许庆良自作孽害了小文,现在该我给小文幸福了。 他干咳两声,问道, 那,小文,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古教授也望向文乐,等着听他的打算。 文乐想了想,低声说道, 只是猜想,没有证据,也许。 也许那个色魔嘴上说认识我,其实根本不是我生活中的人呢。 也许这个名单,根本还没把它写进去呢。 卢振宇哭笑不得,刚想说小文你这样自我催眠可不好, 就听古教授点头赞同道。 不错,小文你说的也有道理, 还是那句话,现实案子和小说电影肯定不一样, 现实案子枯燥无聊得多,根本没那么多的戏剧性, 你说的对,目前只是猜测,没有证据, 有可能是他,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他, 还有可能在名单外面呢, 甚至你根本都不认识他,只是他认识你而已。 卢振宇虽然想反驳, 但却不得不承认古教授说的似乎也有道理, 于是他又问道, 小文,那你到底准备怎么办? 文乐呆坐了好一会儿, 最后用文字般的声音说道, 我,我准备跟爸爸,还有撒手没,回江北去。 哦,卢振宇点点头,那然后呢? 然后没事少回来。 卢振宇听明白了,这丫头是准备当鸵鸟,躲了。 虽然文乐也回江北,今后接触机会更多了, 但卢振宇仍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他就准备这么放过那个色魔了吗? 那,就这么算了。 文乐抬头看了他一眼,哭着说道, 那我又能怎么办,去跟我妈说? 你老公是色魔,或者, 或者,去公安局举报我继父, 人家问我有什么根据,我就说是我猜的。 卢振宇待了片刻,一想还真这样, 没证据,貌似的声张开,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把他的整个家都毁了。 可是,文乐仰着脸,气不成声道, 我会想妈妈的。 卢振宇和古教授默然两酒, 然后古教授又斟了一杯茶, 说道,你们看过杀人回忆没有? 是一部韩国电影。 卢振宇立刻点点头。 看过。 古教授点头道, 这部电影拍得就很真实, 其实现实就是这样, 并不是美妆罪案最后都有结果的。 历史上很多严重的罪案, 最后都变成永远的谜团, 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不是万能的, 那个警察最后也是改行去做生意, 放下了这段回忆,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若干年后再回到当年的凶暗现场, 已经物是人非, 只能坐在那里, 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 感叹几声而已。 其实,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他叹了口气, 又说道, 小文, 你的选择是明智的, 回江北吧, 没事尽量别回来了。 哎, 实际上危险也不大了, 不管真凶是谁, 他在犯罪的可能性也很小了, 魔窟已经暴露, 他不太可能再找到这样一处完美的巢穴。 而且, 人到中年, 正是身体各方面机能迅速走下坡路的时期, 如果他真的是个中年人的话, 大概五到十年之内, 他的体能等各方面将会迅速衰退, 不再支撑得起这种大规模的绑架, 囚禁, 控制了。 最大的可能, 是他会金盆洗手, 从此销声匿迹, 而这件案子也将成为悬案。 当然了, 这是对你们来说, 不是对警方来说, 因为警方那里已经破案了, 色魔就是黄宗胜。 从古教授家里出来, 外面已经是万家灯火, 对面的东方财富广场霓虹闪烁, 人头传动, 临近碎末, 商家都在各种打折促销, 文乐抬头望着, 上面高高的写字楼, 还有少数公司亮着灯, 其中三四十层的位置, 还有几扇落地窗亮着, 隐约能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站在窗边, 好像在往下看, 也可能在平栏远眺。 文乐不知道, 那是不是金天鹅在这里的项目部, 也不知道那个男子是哥哥还是继父, 或是其他什么人, 他懒得去。 数楼层, 反正也没有意义。 哎, 现在是个人都比我幸福啊。 文乐怅然叹道, 卢振宇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 就看他默默地牵住了自己的手, 欺然一笑。 撒手没, 还好有你在我身边, 要不然, 真不知道,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卢振宇心中一暖, 紧握住他冰凉的小手, 安慰道, 胡扯什么, 人没事就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年轻没有失败,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 虽然你左右不了大事, 但下一秒钟是小确幸还是小确丧, 却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M0。 这几句极其乐观的话鼓舞了闻乐, 他展颜一笑, 使劲点了点头。 嗯, 他一直流光溢彩的财富广场,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撒手没, 我又有点饿了, 我们, 嗯, 你陪我再进去吃点东西吧。 卢振宇心说, 在古教授家你几乎一口没吃, 现在想开了, 胃口就上来了, 但他焉能不答应, 笑道好, 我请你吃好吃的, 你别再跟我抢啊。 两人牵手走进去, 乘电梯到了美食那一层, 文乐选了一家烤肉店, 两人在店外排着队, 说说笑笑, 享受着此刻的小确幸, 就在这时, 卢振宇电话响了, 李涵打来的, 声音很兴奋。 喂, 卢振宇, 怎么了? 厨房里发现一枚指纹, 比对结果也出来了, 你想不想听? 周围很吵, 卢振宇捂住另一只耳朵, 大声道, 赶紧说。 嘻嘻, 李涵似乎心情很好, 你干嘛呢, 说话不方便啊。 没什么, 卢振宇瞥了一眼闻乐, 我在外面吃饭呢。 李涵笑道, 跟小文约会呢? 嘻嘻, 约会吧约会吧, 不打扰你们了。 诉诉你, 那指纹就是黄宗盛的。 哦, 卢振宇有点怅然所失, 似乎跟期望的结果不符啊。 李涵笑道, 所以, 你们也就别瞎猜了, 没什么幕后老板, 那录音估计也是黄宗盛, 为了混淆视线弄出来的。 卢振宇耐着性子说道, 可是韩姐, 你就不觉得。 再告诉你第二个好消息, 李涵更加兴奋地说道, 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哦。 被救出来的那些女生, 口供都出来了, 他们一致证明, 陆傲天涉嫌尖杀的那个女子, 其实也曾经是魔窟里的一员, 而且是在魔窟里被杀死的。 而且, 魔窟里也找到了那个女子的一些物品, 还提取到了生物剪裁, 比对后证明就是她。 卢振宇胸中开始狂跳。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陆傲天可以脱罪了, 你和张叔都要变成大富翁了, 我靠, 不是吧? 有钱了别忘了姐姐我啊, 请我吃大餐啊。 文乐突然低声问道, 是韩姐姐吗? 卢振宇脸大嘴笑着, 恍恍惚惚点点头, 文乐伸手把手机拿了过来, 说道, 韩姐, 是我, 小文。 小文啊, 嘻嘻, 恭喜你们啦。 李韩咕咕呱呱呱的一通表示羡慕极度恨, 文乐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脸上阴晴不定, 仿佛下了好大决心, 才鼓起勇气说道, 韩姐姐, 能不能帮我查个东西? 李韩一愣, 好啊, 查什么? 文乐甜甜嘴唇, 沙哑地说道, 没笔杀人暗中, 那两辆白色宝马的车牌号。 李韩有些意外, 不知道他突然要查这个干什么, 说道, 那辆车不是套牌吗? 文乐说道, 不是那辆套牌的, 是另外两辆白色宝马, 不是说一辆是阔太太的, 一辆是国企女中层的吗? 就要这两个车牌号, 韩姐姐麻烦你帮我查一查。 哦, 李韩虽然不明白, 他要查这个做什么, 但想必是有用的吧, 于是说道, 好吧, 我这就帮你查, 你等着呀。 过了一会儿, 两人的叫号排到了, 服务员引导他们到一张桌子旁, 卢振宇很绅士地帮文乐接过风衣, 然后坐下, 把菜单递给文乐, 眉开眼笑到敞开点。 什么贵点什么? 文乐瞥了他一眼, 笑道, 你就那么确信陆刚会给钱? 卢振宇一愣, 说道, 他那么大的老板, 身家几十亿的, 这点钱还能赖? 文乐怂怂间, 没再说什么, 闷头点了几份菜, 卢振宇拿过来看了看, 皱皱眉头, 嫌太便宜了, 提起笔来, 又刷刷刷, 加了好几份颇贵的荤菜, 像个大款一样地交给服务员。 好, 给我们上烫火吧。 好的, 先生, 马上来。 然后卢振宇往后面一靠, 四下望着周围的云云众生, 忍不住嘻嘻笑道。 哎呀, 卧槽, 有钱的感觉真好。 文乐扑吃笑了, 低声道, 这样, 以后你顿顿都吃两碗红烧肉, 吃一碗倒一碗。 嗯, 必须的。 炭火和菜品很快上来了, 两人吃着滋辣滋辣的烤肉, 低声说笑着, 吃得正香, 卢振宇手机又响起来了, 屏幕上来电显示, 正是李寒。 两人同时望着那部手机, 然后对视了一眼, 文乐微微一笑, 说道。 接啊。 卢振宇抓起手机。 喂? 文乐拖着下巴, 盯着卢振宇, 就见他毫无表情, 只是在那里, 嗯嗯着, 文乐心中紧张无比, 仿佛对面的不是卢振宇, 而是一个黑箱, 里面装着薛定恶的猫。 卢振宇挂上电话, 盯着文乐说道。 扩太太的是江ADW168, 国企女中层的是江AE377。 第一个就是, 尽管有心理准备, 但突然听到妈妈的车牌号被爆出来, 文乐还是感到头脑一片空白, 愣在那里。 最可怕的事情, 终究还是被证实了。 卢振宇好容易才把文乐哄好, 吃完饭, 卢振宇提出带文乐看电影, 文乐很乖地点头答应了。 在幽暗的电影院内, 卢振宇很想趁着月黑风高, 跟文乐发展出进一步的亲密动作的。 但几次天人交战后, 还是觉得文乐今晚受了太多的打击, 情绪确实不高, 弄不好会适得其反, 还是下次再说吧, 反正他也要回江北了, 有的是机会。 观影全程, 文乐只是紧紧握着卢振宇的手, 一刻也没有撒手。 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 文乐对卢振宇轻轻说道, 我们回家吧。 卢振宇心中一荡, 一瞬间真有种感觉。 两人已经结婚了, 文乐现在是自己的妻子, 小两口看完电影, 随口说一句我们回家吧那么平常。 走吧, 车子还在那边, 文乐说道, 我先送你回宾馆, 然后我再回紫竹林那边。 一句话, 把卢振宇拉回了线时, 他有些担心。 你还回去住? 文乐点点头。 我答应陪妈妈几天的, 别担心, 没事的, 最多几天, 我就回江北了, 可能和你们一起回去吧。 古教授说得对, 应该不会有事了。 回到宾馆, 张鸿祥正叼着烟, 坐在电脑前上网, 屋里烟雾缭绕, 而且一股酒味, 听见门响, 头也不回地说道。 小子, 约会去了? 卢振宇心情很好, 把陆傲天脱罪的消息告诉他了。 张鸿祥瞥了他一眼, 眯着眼, 醉醺醺地道。 怎么, 你觉得这里变环? 还有我们? 什么事吗? 卢振宇愣在当场, 半晌后问道。 怎么, 没我们什么事吗? 他这才发现, 张鸿祥喝得脸通红, 说话舌头都大了。 张鸿祥告诉他, 就在今天晚上, 省厅开了一个 11-18系列绑架杀人案 告破庆功表彰大会, 表彰了一大串立功的干警, 听官方通报, 这案子从头到尾, 就没有他们这个调查小组什么事, 完全是警方破的。 好多被解救女生的家长也都去了, 各种感激涕零, 陷阱旗的, 下跪的, 什么都有, 就是没一个人提到卢振宇进魔窟这回事。 这也难怪, 卢振宇说道, 你想啊, 当时见过我的, 就只有那间屋的四个女生, 谢小曼还在看守所里, 范月瑶的父母还没找到, 那两个女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晚期, 一个被谢小曼打死了, 另一个估计也对我充满敌意, 能帮我说话才怪。 张鸿祥摆摆手, 你想多了, 我告诉你, 就算那, 那时几个女生都见过你, 也, 也白搭, 你觉得你的救命真, 顶得过某些人的一个招呼, 呵呵, 就算他们不识去, 他们的, 的父母, 也会识去的。 卢振宇听得后背凉嗖嗖的, 哎, 不过你也别, 别太丧气, 张鸿祥说道, 我说过, 你和小文的事, 包在我身上。 张哥, 啥意思? 晚上? 他妈妈来找我了。 张鸿祥打了个酒阁, 露出幸福而满足的神情, 小蓝环。 还陪我喝了。 喝了几杯, 这么几年了, 这还是头一次啊。 卢振宇愣在当场,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张哥貌似被美人计砸倒了。 张鸿祥告诉他, 晚上卢振宇和文乐吃饭看电影的同时, 古兰丹姆也来找自己了, 说要请吃饭。 张大叔一时间是小鹿乱撞, 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心说, 也许是想感谢我就回了女儿, 不过这鸟们不是这皮姓啊, 难道是想给我下什么套? 应该不会, 一日复七百日恩, 应该不至于想害我吧。 总之, 张鸿祥带着低房家小心, 还把手机开着录音, 赴约了。 按张鸿祥的话说, 今晚的兰儿美丽无比, 化着淡妆, 衣着高贵, 宛如奥黛丽, 贺本从屏幕里走出来了一样, 从始至终没给他甩脸子, 也没拿茶泼塔, 温柔和煦, 一贫一笑, 就跟当年他们风花雪月的时候一样。 卢振宇忍不住了, 张哥你就别肉麻了, 赶紧说重点啊。 张鸿祥叹口气说老哥没出息, 几句话就被忽悠得五迷三道, 再加上几杯酒灌下去, 完全找不着北了。 酒憨而热之际, 古兰丹姆开始跟他倾诉, 这些年带着女儿在豪门中苦苦支撑, 是多么的不容易, 既要保持独立和尊严, 又要和许家父子搞好关系, 尽可能地替女儿的将来多争取一些。 他到底想说什么? 卢振宇焦急地问道。 张鸿祥说, 兰儿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然后张鸿祥就赶紧哄, 然后他开始诉说, 今天俄集团目前的困境, 现金流困难, 几个楼盘销售缓慢, 资金链压力巨大, 银行方面更是政策调控, 银根紧缩, 陆刚和许庆良都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古兰丹姆说, 如果现在非要硬拿出5000万的话, 那么今天俄集团资金链就会断裂, 那立刻就会破产清盘, 别说5000万了, 最后连5万都不会剩下。 他的古兰丹姆饭店虽然独立于金天鹅集团之外, 但一旦失去这棵大树的碧印, 他一个女人家根本没有实力撑住这么大的场子, 可想而知, 这么好的位置, 这么好的生意, 很快就会被黑白两道虎视眈眈的目光寄予, 将他吞得骨头扎子都不剩。 那样的话, 他古兰丹姆倒没什么, 反正从小也是过贯穷日子的, 但是他们共同的女儿, 文娜, 将从富家女一下跌落为最底层, 甚至连小文现住的纺织宿舍也会被法院查封, 因为那是一处相当值钱的学区房, 作为许家的财产, 肯定要被拍卖掉还债。 到时候, 小文将不得不像那些穷人家的女孩一样, 去城中村租房窝居, 而且, 她连个正常学历都没有, 打工也只能打那种最低贱的工作。 红翔, 你能忍受我们的女儿落到那不可怕境地吗? 看着梨花带雨, 楚楚可怜的兰儿, 张洪翔醉熏熏的, 脑子一热大喝一声, 不能忍。 然后, 古兰丹姆抛出了一个来自陆刚的建议。 只要张洪翔现在放弃要这五千万, 那么陆刚愿意承诺, 等他死了。 之后, 将今天俄集团所有股份的2%赠予古文娜, 也就是张洪翔和古兰丹姆共同的女儿名下, 作为一种替代方式, 同时也是对文娜为探案深陷魔窟的补偿。 张洪翔当时也是一愣, 问今天俄的2%有多少, 古兰丹姆告诉他, 目前今天俄市值大约已近50亿, 那2%就是将近1亿。 张洪翔心当时就咯噔了一下, 动了。 古兰丹姆接着告诉他, 陆刚目前正在准备往IPO方向努力, 今天俄一旦上市, 那这2%可就不是1亿了, 到时候20亿, 40亿, 80亿都有可能, 那么女儿将会成为中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 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看到那一天, 但作为亲生父母, 为了孩子的将来, 一切都愿意牺牲, 还在乎这点时间吗? 卢震与木瞪口呆, 剧情转变得太快, 他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半晌才问到张哥, 你答应了? 张洪祥喷着酒气, 为什么不答应? 换你你难道不答应? 卢震与此刻很想直接吼一句那老子怎么办, 但看着醉猫一样的张洪祥, 还是忍住了, 说道, 张哥, 我们大学里上过法律课, 你知道吧, 赠与合同在赠与行为实际发生之前, 赠与人随时能取消赠与的, 也就是说, 陆刚随时能脸不认账。 张洪祥把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 不不不, 人家想到你前边去了, 他妈妈对我说了, 这份合同会经过公正, 而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是不能撤销的。 我刚才上网查了, 他没骗我, 我跟你说, 小文也是他亲闺女, 这事儿他比我还上心呢, 一个亿啊。 看到人家一家人各得其所, 唯独没自己的分, 而且小文名下多了这2%的股份, 身价更是和自己天差地别, 卢震宇更加抓狂, 他一屁股坐在床上, 抓着自己的头发, 傲丧地几乎想放声大哭。 张洪祥拍着他的肩膀笑道, 小老弟别担心, 我说过, 不会亏待你的, 你放心, 你和小文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跟他妈妈也要来了一个说法, 他妈妈也知道小文是你救的, 他和陆刚这么干挺对不起你的, 当时他也默认了, 你在追小文, 他不拦着了。 卢震宇也不是三岁孩子, 他也知道, 此刻这么一句虚无缥缈地不拦着,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有着2%的股。 分垫底, 他和文乐之间本就很大的阶层鸿沟, 只会拉得更大。 张洪祥看他仍旧不开心, 笑道, 这么的吧, 张哥也不是不讲究的人, 回头我让小文再写一个转赠协议, 承诺将来把那2%的股份分一部分给你, 怎么样, 至于多少, 我还没跟他说, 这个得看小文的意思。 千万别, 卢震宇吓了一跳, 大声喊道, 张哥你可千万别跟他提这个, 小文的就是小文的, 我要就要陆刚的, 不要小文的。 卢震宇更加抓狂了, 这主意更搜, 别的不谈, 小文得把自己想成什么样的人啊。 本来还有希望追上的, 现在直接把自己当成贪图钱财的小白脸了。 他看张洪祥这个状态, 明显已经喝大了, 现在不能跟他商量时, 等他酒醒再说吧。 卢震宇也没再说什么, 叹了几口气, 洗完澡躺床上玩了会儿手机, 生了会儿闷起, 睡觉了。 第二天醒来, 张洪祥已经没影了, 卢震宇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这爷们肯定是怕自己阻拦, 索性趁自己没醒, 偷偷跑去跟他的兰儿牵协议去了, 卢震宇还真没猜错。 此刻, 就在晋江市第一公正处, 一场由律师和公正员们见证的合同签字正在进行, 这边只有张洪祥一个人, 对方来了好几个, 陆刚亲自驾到, 还有古兰丹姆, 作为受赠人的母亲也来了, 此外还有律师, 助理, 秘书什么的。 张洪祥戴着眼镜, 非常仔细地审阅了合同的每个字句, 确定没有什么猫腻。 而且, 古兰丹姆也和他一样仔细地审阅合同, 这令张洪祥更加放心, 因为他知道古兰丹姆就算坑他, 不可能坑女儿。 双方对合同条款确认无误之后, 陆刚和张洪祥、古兰丹姆分别在合同上签了字, 公正员也签字盖章, 合同仪式四份, 公正处存档一份, 陆刚、张洪祥、古兰丹姆各保留一份。 然后按照约定, 张洪祥交出了原先他跟陆嘉谦的悬赏五千万的那份合同, 也算是交出了索要五千万赏金的权利。 陆刚把这份就合同拿过来看了看, 然后交给秘书, 露出了一个不可言说的笑容, 不留痕迹地拍了拍周正义律师的后背, 两人对视一眼, 周正义也是神秘的一笑, 点点头。 秘书从劳斯莱斯的冰箱里拿出冰好的香槟, 现场倒酒, 在一片友好祥和的气氛中, 大家握手碰杯, 完成了交易, 三方各取所需。 张洪祥看许清凉没来, 就动了点心思, 舔着脸凑过去, 想跟古兰丹姆找地方喝一杯, 敬住一下, 顺便讨论一下女儿教育问题的。 古兰丹姆只是很有礼貌地跟她微笑点头, 说道, 谢谢你啊洪祥, 有空再联系。 然后, 仔细夹着装有合同的皮包, 跟着陆刚一行人出了公正处, 坐进她那辆白色宝马540, 扬长而去, 只留下张洪祥五味杂陈, 慢腾腾地朝自己沾满灰尘的武灵之光走过去。 张洪祥心愿意了, 回到宾馆把合同展示给卢振宇看, 卢振宇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只能怅然美目闻乐了, 可他自己却更郁闷了。 看他神色异域, 张洪祥神秘地一笑, 掏出来一个好东西, 递给卢振宇, 卢振宇接过来一看, 是一张银行卡。 卢振宇捏着卡翻来覆去地看, 疑惑道, 张哥, 这几个意思? 咱的车马费一天三千, 咱正经查案子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吧, 所以我报了27万, 人家直接一把给了30万, 咱实际开销了5万块多一点, 我在里边留了25万, 都是你的。 卢振宇吓了一跳, 张哥, 为啥都给我? 张洪祥叹道, 这件事老哥做得不地道, 我也知道, 你本来能得一千万的, 现在只有这么点, 你放心, 我不是拿这点钱赌你嘴的, 你刚毕业, 手头不宽裕, 谈恋爱追女孩都得花钱, 你先拿着用, 买辆车啥的, 跟小文在一起的时候也好大方点, 别太穷酸了, 小文那边我说到做到, 帮你使劲, 还是那句话, 只要小文乐意, 我这边没二话, 还帮你做他妈妈的工作。 卢振宇都猛了, 半赏才说道, 张哥, 那也不该我全拿呀, 就算剩下多少, 最多给我一半啊, 那一半是你的呀。 张洪祥摆摆手, 别赖这套, 我不缺钱, 我有个亿万富姐的闺女, 还能缺钱花了, 再跟我客气我翻脸了呀。 卢振宇仍然觉得, 这张卡片滚烫, 坚决不要, 张洪祥一瞪眼, 呵斥道, 拿着, 不然给我滚, 老子不认识你。 卢振宇心一横, 真的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 扭头就走, 张洪祥一愣, 连忙追到走廊上, 把他从电梯跟前拽回来, 好好好, 就依你就依你,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臭小子还真走啊。 卢振宇这才被他拉回房间, 张洪祥把那张卡甩给他。 你先装着, 我现在手头也没合适的账户, 回头办好了告诉你, 你再给我转吧。 对了, 密码是小文的生日, 记住了吧。 哦, 卢振宇茫然地点点头, 小文哪天生日? 啊, 卢振宇一愣, 顿时感到脸上烧得慌, 挠挠后脑勺, 这个, 我还没问呢。 看看, 看看, 张洪祥不满地呵斥着, 你这样怎么追女孩子, 都多长时间了, 连人家生日都不知道, 万一这几个月错过了呢, 整个异于木疙瘩。 哎, 小文到底喜欢你拿点的? 他教训了一通之后, 看了一眼门口, 压低声音说道, 970606, 记住了吗? 卢振宇点点头, 笑道, 6月6号, 这日子好记, 对, 六六大顺, 霸王行动, 两人几乎同时说出来, 瞬间有些尴尬, 张洪祥打量了一番卢振宇, 摇摇头, 你们这些宅男啊, 还行, 还是个军武宅, 至少不是张松那种废宅, 今年就算了, 6月份的时候你们还不认识, 明年可别忘了呀, 哦, 放心吧, 张哥, 金天鹅总部, 宽大的总裁办公室里, 陆刚坐在沙发上, 从沙箱里拿出一根雪茄, 剪掉头, 旁边的周正义, 已经伸过都捧打火机帮他点上, 陆刚谢绝, 自己擦着一根百木火柴点了, 挪着腮帮子吸了一口, 喷出烟来, 周正义收回打火机, 自己也掏出一支烟点上了, 笑道, 应该的, 哎, 我还是想不了这玩意儿啊, 陆刚把雪茄从嘴上拿下来, 笑道, 我也是刚学着抽, 附庸风雅, 周正义哈哈笑道, 陆总, 要不要帮你介绍个小姑娘, 教你打打高尔夫球, 我认识不少资源, 都在国外打过比赛的, 素质不错, 以前都是陪领导打球的, 这两年领导都不敢打了, 很便宜, 就能找个不错的, 怎么样, 要不要来一个试试, 别别, 陆刚夹着雪茄摆摆手, 你嫂子能吃了我, 两人笑了一阵, 陆刚指了一下茶几上的合同, 笑道, 正义, 说起来, 这件事还得好好谢谢你, 圆满解决, 吃相还不难看, 要不然, 张洪祥那小子折腾起来, 也够我瘦的, 周正义面露得意之色, 笑道, 关键地方改了几个术语, 这份赠语合同, 就变成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了, 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呵呵, 遗嘱和赠语合同可不同, 一旦变成遗嘱, 那只要立遗嘱人还活着, 就随时可以立新遗嘱, 替代老遗嘱, 只要陆总你哪天写一份新的, 说我不高兴了, 一分钱也不给那小女孩了, 然后拿去公证一下, 他们手里的旧遗嘱, 就变成废纸了, 那2%的股份, 该是您的还是您的, 陆刚望着他, 露出会心的笑容, 然后用雪茄指点着他, 两人同时开怀大笑, 陆刚笑得畅快淋漓, 周正义笑得内敛含蓄, 笑了一会, 陆刚从怀里掏出一本支票, 刷刷写了一十万元整, 撕给他, 正义, 哥谢谢你, 这是之前谈好的价码, 周正义一点也没客气, 接过来揣进怀里, 微微一笑, 陆总太见外了, 这都是本分, 怎么样陆总, 他又问道, 准备哪天弄份新的, 我好准备一下, 提前跟公正处那边打好招呼, 陆刚眯着眼睛, 抽了口雪茄, 慢慢说道, 不急, 小兰毕竟也是我弟妹, 这么快翻脸不认人, 大家脸上不好看, 先搁着吧, 就算他们那天回过未来了, 也不好跟我说什么, 毕竟我没说作废嘛, 而且说起来, 这也算是个耳了, 先吊着他们, 来日方长嘛, 周正义点点头, 露出若有所思的笑容, 对了陆总, 好像天少挺喜欢那小女孩的吧, 陆刚抬起一条眉毛, 哦, 哦, 对, 有这事, 周正义笑道, 那小女孩我知道, 素质不错, 陆总, 考虑考虑, 陆刚猛抽一口雪茄, 沉吟道, 原来条件倒是不错, 勉强够进陆家门, 可是, 最近这档子是, 哎, 周正义笑道, 这你放心, 等天少出来, 问问天少的意思, 看他还喜欢布, 说着, 他凑过去, 压低声音, 陆总, 不瞒你说, 内部消息, 那小女孩被救出来, 不是送医院了吗, 当时就做了全面检查, 也包括那什么, 就是侵害检查, 其实吧, 没事, 啥都没有, 哦, 陆刚点点头, 听懂了, 但他觉得很匪夷所思, 可靠布, 我咋听着那么不可能呢, 绝对可靠, 周正义微微一笑, 神秘地说道, 当时妇科孙主任亲自做的检查, 他老公就是市局精真一把, 那是我铁哥们, 骗谁也不能骗我, 你知道吧, 陆刚放心了, 点点头, 呵呵一笑, 行, 那就问问小天的意思了, 小天喜欢的话, 那就给小天留着了, 那小子整天在外边坑爹, 也得有个人管管他了, 小兰那闺女我知道, 那性子, 绝对能把小天治得服服帖帖的, 呵呵, 那样的话, 那百分之二的股份, 就当真给他留着, 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紫竹林别墅顶层阁楼, 健身房里, 文娜穿着健美套服, 正在挥汗如雨地练哑铃, 他刚刚才在跑步机上跑完了一千米, 补充了点水分, 就来练力量了, 他握着沉重的男士哑铃, 艰难地举着, 感觉大臂肌肉在燃烧, 一边坐着, 一边在心中默念, 我要更积极地生活, 我要面对一切挑战, 我要练得能够保护自己, 我要变得像陆老师一样强大, 笑对一切吃魅鬼两, 不要低头, 王冠会掉, 不要流泪, 坏人会笑, 突然, 他打了个喷嚏, 紧接着又打了一个, 轻轻嘀咕道, 没感冒啊, 难道是谁在念叨我了? 张鸿祥让卢振宇去退房, 说咱们下午就走, 晚上就能回到江北了, 还不耽误第二天去报社组稿, 这次音乐色魔案比上次的高利贷案还轰动, 作为亲历者, 咱都择无旁贷, 回去写报道, 小老弟你发达了, 刚入行就亲历这么一个大新闻, 多少小记者混一辈子都没你这个机会, 这叫失之东鱼, 收之桑鱼, 虽然没挣着五千万, 但好好跟我混, 几年之内把你捧成大记者。 卢振宇这次有心理准备了, 魔窟也破获了, 黄宗盛也自杀了, 女生也都已获救, 确实没再有什么理由再赖在晋江了。 可是这样留下小文和他那个色魔继父在一起, 卢振宇想到就不寒而栗, 但他又想起了古教授的话, 不管色魔是谁, 他近期都不大可能再犯罪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黄宗盛当替死鬼, 再暴露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 卢振宇给文娜打了个电话告别, 又带着一丝侥幸提议文娜跟他们一起走, 文娜还是那句话, 现在他刚回家, 要多陪妈妈些日子, 你们先回去吧, 中午我过去找你们一起吃顿饭, 当时践行。 卢振宇当然求之不得, 张洪祥也很高兴, 文娜很快开着小红马赶了过来, 中午一儿三个就在御井路上的一家饭馆搓了一顿, 因为都要开车, 所以没喝酒, 文娜很伤感, 跟爸爸说了几句道别的话, 就忍不住哽咽起来了, 勾得张洪祥眼圈也红了, 他心说, 女儿以前可不这样啊, 这暂时分开, 弄得跟生理死别一样, 肯定是这一场劫难给下的。 文娜以茶代酒, 端起来静炉振宇, 撒手眉, 你一定要好好的哦, 跟着我爸写好这篇报道, 谢小曼还在牢里等着昭雪呢, 以前你是用拳头救人的, 现在你该用笔救人了, 现在你就是无冕之王, 手握正义利剑, 代表民众发声, 要刺破重重黑暗, 让真相像太阳光一样照进来。 看着面带泪痕, 却鹰气逼人的文娜, 卢振宇大为感动, 当即也倒了一杯茶, 端起来, 望着文娜, 激动地说道, 说得好, 小文, 修严女子飞鹰雾, 夜夜龙泉闭上鸣, 两人当得碰杯, 然后一饮而尽, 文娜手腕反射过一道璀璨的光, 卢振宇一看, 他手上戴着一个手环, 上面镶了一圈小钻石, 密密麻麻地很是夺目, 他还没问, 张红祥也看见了, 开口问道, 丫头, 这啥玩意儿, 谁给你买的, 我看看。 文娜一撇嘴, 摘下来, 递给老爸, 无奈笑道, 妈妈给我的, 非要我时时刻刻戴着, 他说, 这是卡蒂亚定制的智能手环, 带GPS定位的, 防止我在遇到危险。 正在此时, 文娜的手机铃响了, 他接起来撒娇笑道, 妈妈, 没事没事, 是我摘下来拿给爸爸看的, 爸爸要回江北了, 我陪他吃饭送行, 好好好, 我不摘了还不行吗? 挂上电话, 他撅嘴说道, 妈妈一刻也不让我摘, 一摘下来, 他那边手机就发出警报, 然后他就打电话过来问我, 如果我的电话打不通, 他就要报警了。 张洪祥和卢振宇都嘖嘖赞叹, 说这玩意儿真不错, 堪称防绑架利器, 都让他赶紧带上。 张洪祥问道, 这个不便宜吧, 多少钱, 你妈给买的, 还是老许给买的? 文乐笑道, 我妈买的, 我哥认识卡蒂亚那边, 专门负责这款产品的人, 他帮着拿的内部价, 具体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听到是许家豪帮着买的, 卢振宇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但一想这个东西, 确实对小文的安全大有好处, 也就没说什么。 文乐笑盈盈地抬起手腕, 展示手环搭扣处Mozart的刻字, 张洪祥问, 这刻的啥? 文乐笑道, 莫扎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 可能是我妈知道我喜欢莫扎特, 特地让人家刻上的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吃完饭, 三人依依不舍地站在车边, 又续话两久, 文乐少不得又哭了一阵, 两个男人好容易将他哄好了, 这才上车, 朝着出城的方向驶去。 刚驶过淮江大桥, 卢振宇微信响了, 打开一看, 是文乐发来的。 今番凉雾, 豪兴不浅。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日后江湖相见, 自当悲酒言欢。 他看着这句话, 脑中回想起文乐第一次说这句话的情景, 那还是自己在夜市被打, 被他送到医院里, 然后他到病房来看自己, 临走时候很酷地甩下的这句话。 卢振宇思绪连篇, 感慨万分, 不知道自己和小文最后究竟能如何, 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回到江北后, 张鸿祥带着卢振宇紧锣密鼓的整理资料, 写报道。 由于两人都是案件亲历人, 这个系列报道大获成功, 一时间洛阳纸柜, 火遍全国, 卢振宇的微博粉丝, 几天内迅速突破十万家。 真应了张鸿祥的那句话, 试之东鱼, 收之桑鱼, 虽然两人没挣着五千万, 但是却收获了事业上的一个高峰。 卢振宇结束实习期, 成为了报社的正式记者, 经过一次例行考试, 拿到了新闻记者证。 最高兴的还是卢振宇的父母, 现在他已经成了父母的骄傲, 老爸老妈走到哪里, 都是昂首挺胸的, 在亲戚朋友们面前, 也是开口闭口不离我们家卢瑟如何如何, 而卢振宇现在对父母叫自己卢瑟也不那么敏感了, 毕竟, 已经不是卢瑟了嘛, 老爸老妈高兴叫什么就叫什么, 就是那么自信。 这些天, 想给卢振宇介绍对象的都排成队了, 通过各种七大姑八大姨, 同事, 朋友, 拐弯抹角地找到老爸老妈, 而且, 女方平均条件比以前高多了, 以前介绍对象, 女方是个事业单位的, 老爸老妈就烧高香了, 现在有教师, 有医生, 甚至还有公务员。 老爸老妈的胃口, 也被灌得叼起来了, 说我们家卢瑟是青年名记, 大V, 年轻有为, 前途无量, 一班二班的女孩就不考虑了, 至少公务员, 本科学力起, 女军官也行, 医务工作者的话, 护士不考虑, 至少得是医生, 要寄师都不行, 教师的话, 又是不考虑, 至少得是中小学老师, 还得是重点学校带编制的, 今后小孩上学进重点, 能使上进。 不过老爸还算清醒, 私下告诫卢振宇, 你小子别翘尾巴, 也别觉得自己有多牛, 你有今天的成就, 并不是因为你踩边业务能力有多强, 纯粹是运气好, 这件事让你撞上了, 俗话说, 捧得越高摔得越重, 接下来, 你要是不好好的跟着张老师学习提高的话, 非得掉下来摔死不可。 卢振宇觉得, 老爸说得很有道理, 也小心地夹着尾巴, 不敢嘚瑟, 整天跟着张洪祥学习, 对文乐那边也不敢多想, 最多每天发发微信聊聊天, 周末也不敢偷跑去晋江约会, 老老实实跟着在报社加班。 至于相亲, 卢振宇当然是一概拒绝, 一个都不见, 他对老爸老妈堂而皇之的理由是, 现在事业刚起步, 学习时间还不够呢, 哪有功夫谈恋爱。 老爸老妈一想也是, 儿子还年轻, 前途一片光明, 何必逼着他早早成家, 以前逼他相亲事, 担心他条件不好找不到, 现在这个发展势头, 再过个几年的, 没准能成为第二个萨贝宁呢, 到时候, 儿子就不是这些普通公务员, 医生配得上得了。 卢振宇趁这段时间, 利用记者的特权, 调查了两件事, 一个是那个挨了神秘, 挣扎得了艾滋病自杀的 所谓文乐前男友, 一个是被打成植物人的 北泰晚报记者, 也是所谓文乐的前前男友, 事实证明, 这两人都是确有其事, 但人家根本不认识文乐, 所谓的前男友的故事, 就是小文拿来吓唬自己的 原先文乐说几天就回江北, 到底没能实现, 一方面古兰丹姆不愿女儿这么快, 又离开自己, 她又不能把女儿扣下, 只是要求女儿多留下近江歇日子, 多陪陪妈妈, 文乐也舍不得妈妈, 再加上这段时间, 确实没再发生什么可怕, 的事情, 她也没那么紧张了, 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 每天开着小红马东奔西跑, 因为女儿戴上了许家豪给的手环, 古兰丹姆也放心了许多, 也不限制女儿成天出去玩, 她知道, 起码不是去会卢振宇那小子的, 那小子正在江北报社, 混得风生水起呢, 但愿两人感情就此变淡, 相忘于江湖吧, 但是, 文乐整天出去转悠, 古兰丹姆只看到她的GPS 轨迹满进江的话, 只是以为她和以前一样, 整天和一帮闺蜜吃吃玩玩, 至于文乐到底在干什么, 古兰丹姆却不知道, 也从来没想过。 转眼间, 十二月中旬了, 又一波寒潮来袭, 近江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瑞雪照丰年, 近江地处江南, 并不是每年都降雪, 而且一般也下不大, 今年却很难得地降了一场大雪, 地面积雪罕见得没了脚面那么深, 街上大人小孩都开心无比, 一时间打雪仗的, 堆雪人的, 尖叫欢笑声到处都是。 也就在今天, 谢小曼无罪开市, 被从第二看守所放出来了。 文乐开了一辆兰德库路泽, 带着谢小曼的父母, 还有李寒, 一起去北岸区看守所接人, 这辆车平时开得不多, 停在公司车库里, 主要是每年跟妈妈回新疆的时候用的, 现在下雪, 正好派用场。 谢小曼在看守所里, 并没有受罪, 也没有受欺负, 这件案子太轰动了, 而且上到安离天, 吓到李寒, 好多人都打了招呼, 说一定要照顾好, 所以, 看守所里小心谨慎关照着, 再加上文乐偷偷在他账上存了不少钱, 谢小曼在里面也是好吃好喝的, 但他出来的时候仍然是一脸憔悴消瘦, 毕竟一个女孩子, 生平第一次入狱, 再加上之前陷入魔窟那么长时间, 这段精神创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谢小曼本来就略显忧郁的一张脸, 现在更加悲伤了。 谢小曼的父母抱着女儿痛哭, 文乐和李寒在旁边不停地劝, 说外面冷, 咱们到车里说话吧。 这时, 文乐无意撇到看守所大门外停车场上, 还有一辆一模一样的黑色兰德库鲁泽, 看牌号似乎也是惊天鹅的, 而且, 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豪华大轿车, 那是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文乐伸着脖子, 眯着眼睛分辨, 喃喃说道, 是陆伯伯的车牌号, 嗯, 他又来看陆傲天了。 他回身扶着谢小曼和他爸妈上了车, 就见看守所的小门再次打开, 一行人前呼后拥地出来, 忠心是陆刚和蔡虹夫妇, 他们紧紧搂着一个头皮涕的正量, 眼神却依旧桀不逊的小青年, 陆傲天, 除了陆家一家三口, 一行人里还有好几个熟人, 林小斌冲在最前面, 去开那辆兰德库陆泽, 然后是许家豪, 他边走边打电话安排着什么, 后面跟着女秘书潘婷, 还有一位漂亮知性的大姐姐, 也是羽绒服加职业装, 也在打着电话, 很干练的样子, 只是看着有点眼熟。 后面还有周正义律师, 那是陆伯伯的大谋士之一, 文乐任的, 后面还有好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还有两个小青年, 屁颠屁颠地跟在最后, 文乐也认识, 那是陆傲天的两个死党。 宋征, 沈壮。 还好的是, 陆家到底是体面人, 没那么恶俗地, 准备几十万响的鞭炮, 来庆贺儿子脱罪, 而是低调处理, 悄悄地接走。 林小斌一抬头, 正好看见了这边的文乐, 他回头, 跟许家豪说了一声, 许家豪冲文乐这边看了一眼, 一边打电话, 一边冲他微笑抬手, 算是打招呼, 貌似并没有喊他过来的意思, 但后面的陆傲天, 也看见了文乐, 他嘴上刚叼了一支烟, 宋征赶紧挤过来, 帮他点上, 就看天少的目光直勾勾的, 他顺着天少目光看过去, 也是一愣, 我靠, 小文女神也在这里, 陆傲天盯着文乐, 愣了片刻, 把香烟一扔, 从老妈怀抱里挣脱出来, 裹了一下大衣, 整了一下领子, 大踏步地朝文乐走过去, 后面彩虹还想上去拉儿子, 陆刚阻止了老婆, 笑道, 让他去吧, 彩虹看到是文乐在那边, 愣了一下, 以为他也是来接自己儿子出狱的, 露出满衣的笑容, 嘀咕道, 嗯, 这挖头还算有良心, 事到如此, 文乐也不好装看不见了, 对李涵和谢小曼一家人说了声你们先上车吧, 是我朋友, 然后礼貌地冲陆傲天点点头, 笑道, 嗨, 然后伸出一只手, 意思是想跟他握手, 像普通朋友那样, 要在平时大街上, 文乐直接就走人了, 根本不啰嗦, 现在他身后有陆刚一家人, 文乐不能不给陆伯伯面子, 陆傲天披着大衣, 丝毫没有行满事放范的觉悟, 反而像个拉风的小马哥一样, 带着一脸邪魅地笑望着文乐, 伸手抓住文乐的那只手, 文乐正要跟他握手, 没料到陆傲天抚下身子, 把他手捧到唇边, 亲吻了一下, 身后颂征, 沈状应景地鼓掌欢呼起来, 沈状还喊了一句, 在一起, 许家豪脸色很难看, 不过也就是一瞬间, 他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对陆刚夫妇笑道,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今天同案的一个女嫌犯也出来, 小文是来接他的, 文乐不动声色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笑道, 恭喜了陆傲天, 出来就好, 以后别再冲动惹事了哦, 身后一阵引擎的巨大声浪, 一辆火红的流线型跑车停在旁边, 文乐惊讶地看去, 这是一辆法拉利488, 和哥哥那辆一样, 只不过这辆是火红色的, 更加拉风, 车门升起, 两名4S店的工作人员出来, 对着陆傲天一个鞠躬, 然后恭敬地说道, 天上您受苦了, 这辆488Spider是陆先生和陆太太买给您的礼物, 希望您开心, 远处的陆刚夫妇欣慰地看着这一幕, 心说儿子受的苦怎么补偿都不为过, 先买辆车, 让他出狱的时刻惊喜一下, 陆傲天看也没看那辆车, 只是望着文乐, 深情说道, 小文,谢谢你, 我知道我做冤狱的这段日子里, 是你在外面为我奔波找证据, 现在还专门来接我, 千言万语也不能表达我此刻对你的感情, 他一伸手, 工作人员很有眼力地将车钥匙放在他手心里, 然后陆傲天拉过文乐的手, 又把这串带着骏马标志的钥匙塞到他手心里, 带着霸道总裁的笑容, 小文, 此刻我本该送你999朵玫瑰的, 但我刚出来, 什么也没准备, 只有先用这个俗物代替玫瑰花送给你, 希望你喜欢, 身后的所有人全傻了, 彩虹瞪大了眼睛, 咬牙切齿说道, 这败家小宅子, 许家豪的嘴巴也张成了一个菱形, 他都怀疑自己看错了, 随后, 他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金天鹅少东家, 一股深深的挫败感油然而生, 随之而来的是强大的斗志和满满的信心, 陆刚也是一愣, 但他很沉得住气, 只是不动声色地看, 观察文乐如何处理, 那丫头肯定不会要, 这是毫无疑问的, 文乐完全猛了, 他下意识想把钥匙还给陆傲天的, 就见陆傲天一个潇洒转身, 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踏着大雪, 很拉风地走了, 走了? 文乐愣在当场, 只觉得手里的钥匙烫手无比, 他二话不说, 直接把钥匙塞给同样惊呆的4S店人员, 也不敢再去跟陆伯伯他们打招呼, 赶紧拉门上了自己的兰德库路泽, 一脚油门, 逃之夭夭, 陆刚露出一丝不意察觉的满意微笑, 还是个单纯的小女孩啊, 不过这样最好, 呵呵, 卢振宇虽然远在江北, 但他几乎立刻就收到了陆傲天出狱的消息, 而且在看守所门口整的这场景, 他也一个细节不漏, 全知道了, 给他递消息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李寒, 另一个是张荣, 当时张荣就在许家豪身后, 全程亲眼目睹, 卢振宇立刻意识到自己后院起火了, 他首先给文乐发了条微信, 问他啥时候回江北, 都想死他了, 文乐立刻就回了条, 消息挺灵通的吗, 韩姐姐告诉你的, 然后又回了一条, 放心, 你是我的撒手眉, 陆傲天和你, 还隔着一百个好哥们的卢振宇一阵汗言, 没想到自己一张嘴, 小文就知道自己心里藏着什么话, 他想了半天, 回了一句, 我只是担心陆傲天再去骚扰你, 那小子啥事都干得出来, 文乐马上回到, 那你回来宣示一下主权吧, 明天周五, 这周末来近江吗, 我陪你吃好吃的, 顺便让陆傲天知道你的存在, 不敢对我动坏念头, 卢振宇大喜, 看来小文还是那个小文, 善解人意, 胸怀坦荡, 虽然说话还是那么没心没肺, 但却是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 嗯, 是得过去宣示一下主权, 更主要的是和小文约会下, 这么久都没见了, 确实想得心里痒痒的, 卢振宇看了一下工作安排, 最近事儿还是挺多, 但他犹豫了一下, 觉得虽然事儿多, 但还没多到离了自己就不转的程度, 再说, 真的很想去和小文约会, 于是趁中午和张红祥一起吃把子肉的时候, 硬着头皮跟他说了, 张红祥有些不满, 他说, 这快年底了, 彩编部任务一大堆, 大家都得加班, 我们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死气沉沉的纸媒了, 现在咱晚报好不容易焕发活力, 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啊, 再过段时间就元旦放假了, 你就不能再忍忍,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看小文, 卢振宇欲哭无泪, 说, 这到元旦还有小半个月呢, 张哥你不会让我这半个月都连周转吧, 其他同事每周还至少能休息一天呢, 我这都多少天没休息过了都, 张红祥嗨嗨一笑, 又用小酒壶给他倒了半杯福特家, 说, 这是好事, 谁叫你现在在踩边部挑大梁呢, 卢振宇半杯福特家下肚, 恶向胆边生, 说道, 张哥你知道吧, 其实我是担心小文的安危, 张红祥笑道, 你别跟我玩这里咯愣, 陆傲天那小子根本算不得威胁, 一个嘴上眉毛的坑爹二世祖罢了, 许家豪都撬不动小文, 陆傲天更撬不动了, 就他, 他感动小文一根手指头, 许家豪第一个饶不了他, 卢振宇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张哥, 其实吧, 不是陆傲天, 嗯, 那你担心谁, 许家豪, 卢振宇摇摇头, 摇摇牙说道, 是, 是许庆良, 张红祥呆了半赏, 哑然失笑, 摇头道, 你小子到底怎么回事, 一根尖还是怎么着, 人家老许那么厚道的人, 招你了还是惹你了, 你还认准了是不是, 卢振宇不打算再瞒着他了, 这么拖下去, 万一小文真出什么事, 他不能原谅自己, 于是, 他把车牌好的事跟张红祥说了, 告诉他, 已经让李涵查过了, 三年前没笔杀人案那天晚上, 经过凶杀现场的三辆白色宝马五系里面, 有一辆就是小文妈妈的车, 张红祥愣了半天, 脸上表情古怪, 憋了半赏才说了一句, 那, 这又不能说明什么, 小文妈妈就算看见了, 也不能帮着别人害自己亲生女儿啊, 卢振宇都快晕了, 平常那么睿智的张哥, 此刻怎么好像大脑短路了一样, 他低声说道, 张哥, 黄宗盛在酒吧街那边很有名, 常去的人都认得, 小文妈妈只要看到了黄宗盛杀人, 回去跟许清良一说, 那许清良不就知道了吗, 那不就跟许清良亲眼目睹是一样的吗? 然后许清良完全可以去胁迫黄宗盛, 逼他为自己办事, 你想, 一个女人在外面看到了可怕的事情, 回家告诉老公,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至于老公之后怎么利用这件事, 他又不知道, 张红祥脸上显得异常尴尬, 他倒了一杯酒, 一氧薄喝了, 随即满脸通红, 喷着酒气说道, 哎, 小老弟, 事到如今, 我也不要面子了, 跟你说了吧, 不过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我的面子无所谓, 他妈妈的清欲比我重要一万倍, 卢振宇愣在当场, 他完全没想到张哥竟然是这个反应, 到底是怎么个状况? 张红祥告诉他, 离婚这么多年, 他之所以一直对小文妈妈念念不忘, 一直没有在找, 妄图复合, 并不是他真的那么痴心, 也不是他不切实际, 而是中间真的发生过, 卢振宇一愣, 发生过什么? 张红祥瞥了他一眼, 压低声音, 用男人都懂的表情说道, 废话, 你说发生过什么? 卢振宇张大嘴巴, 望着张红祥, 这老张, 看不出来, 厉害啊! 张红祥告诉他, 大概就在五六年前, 文乐从江音妇中高中部退学, 回到了江北, 开始跟老爸混, 这段时间, 古兰丹姆异常焦虑, 多次来到江北, 找张红祥谈判, 商谈女儿的教育问题, 而张红祥早就, 对前妻垂涎已久, 正等着他主动找来呢, 当即施展出, 当年勾搭他的花言巧语本事, 古兰丹姆说什么, 他都先答应, 很快就把古兰丹姆哄骗得不再焦虑, 对女儿的将来充满希望, 并且也不那么讨厌张红祥了, 那段时间, 古兰丹姆隔三差五, 就开车前往江北, 主要是看女儿, 然后顺便跟张红祥出去吃个饭, 喝一杯, 探讨女儿教育问题, 张红祥也经常带着女儿, 一起回近江看妈妈, 渐渐地, 古兰丹姆觉得, 张红祥还是当初那个善解人意的男人, 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再加上之前有过一段姻缘, 两人迅速突破了界线, 这段不该有的日情复然, 断断续续, 持续了几年, 中间古兰丹姆逐渐看清了, 老张对女儿教育口是心非的态度, 也觉得, 这样对不起许庆良, 几次试图斩断情思, 摆脱这段关系, 但无奈张红祥像块牛皮糖一样, 好容易再次一口咬住, 岂能轻易松口。 直到三年前, 古兰丹姆痛下决心, 一定要跟张红祥划清界线, 那天晚上到酒吧街, 就是准备跟张红祥摊牌的, 当时张红祥就在车上当晚出来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警车, 后来才听说, 当晚酒吧街发生了一起命案, 有个女的被人用一根梅笔扎死了。 所以, 小子你知道了吧, 张红祥又是一杯酒灌下肚, 摇摇头说道, 那天晚上, 我就在车上, 我们根本没看到什么谋杀。 小子, 你错怪人家老许了。 哎, 老许没对不起我, 是我对不起老许呀。 卢振宇听得目瞪口呆, 对眼前这位张哥, 简直是重新认识了一番。 他耳畔又回想起了文乐的那句话, 苏木和苏木生的叫苏木, 太迪和太迪生的叫太迪。 这位老张哥, 还真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太迪呀。 进江, 淮江正是枯水期, 大堤下面的江滩上, 到处是一人高的荒草和芦苇, 水面在很远的地方, 原先的泥滩动得很硬, 像水泥路面一样。 文乐仔细地开着木马人, 在江滩上慢慢行驶着, 虽然这款车极限越野能力很强, 但仍要小心避免陷进泥里去。 他一面开车, 一面带着蓝牙耳机和卢振宇打电话, 刚才卢振宇已经告诉他, 周末不能回来了, 老爸不放人。 而且他还让自己放心, 许庆良应该不危险, 至于原因, 这撒手没死活不肯说。 没关系, 文乐微笑道, 你不说算了, 反正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继父不危险。 你怎么知道? 文乐笑道。 对了, 谢小曼说过, 虽然在里面被审讯的时候, 他都顺着警方的意思说, 但他心里知道, 那个老师, 不是黄宗盛。 他怎么知道? 文乐笑了一声, 称道。 你自己不会想啊, 笨蛋。 卢振宇一下明白了。 哦, 谢小曼之前就是黄宗盛的女人, 肯定跟黄宗盛发生过关系, 被抓进魔窟后, 又被迫跟那个老师发生了关系, 那肯定一下就能感到两人不同。 文乐接着说道。 谢小曼说, 那个老师胸前有一个黑痣, 但我问我妈妈了, 许庆良胸口有没有黑痣, 我妈妈说没有。 啊, 我这边有点事先挂了, 回头再打给你。 前方江滩上, 停着两辆大SUV, 车旁分别站着赵连牌和宋征。 文乐也在旁边停好车, 跳下车来, 两人立刻围上来, 都很殷勤地喊道。 小文。 赵连牌指了一下大地上的一个黑悠悠寒洞入口。 小文, 今天是要探这个密道吗? 我都准备好了。 宋征喊道。 我也准备好了, 只要你一句话。 文乐笑盈盈点点头。 谢谢你们了。 要是没有你们帮忙, 我还真不敢进去呢。 文乐点头说道。 这是我发现的又一处图纸上没有的寒洞, 而且大小还能进去人, 还是多亏了连牌哥哥在市政工程公司那边帮我找图纸, 还有宋征哥哥帮着借来的探险装备, 多谢你们了, 晚上请你们吃大餐。 宋征和赵连牌脸上都显出骄傲的神色, 彼此对望了一眼, 都有种相互挑衅的意味。 宋征也是个小富二代, 一直跟着陆傲天混的, 但现在却对文乐迷得不行, 背着老大陆傲天跟嫂子文乐当跟班, 文乐有什么吩咐都屁颠屁颠地去做, 早就把兄弟情义抛到脑后了。 赵连牌现在也试图在追文乐, 但他不像宋征那么一根筋, 他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那边追着李涵, 这边追着文乐, 哪边得手都行,至于文乐和卢振宇的关系, 他也知道, 但这个西北小伙子从小在新疆边陲长大, 认为爱情就该像天上的雄鹰般自由, 各凭本事追, 谁追倒算谁的, 兄弟归兄弟, 爱情归爱情, 到时候你就算是兄弟也只能祝福我。 赵连牌也知道文乐是把他俩当备胎使欢, 但他不在乎, 别人想当这个备胎还当不上呢, 自己又有钱, 个子又高, 肯定比卢振宇有优势得多, 假以时日定然水到渠成, 再加上卢振宇长期不再近江, 那就怪不得哥们挖你墙脚了。 文乐到没打算把他们当备胎, 主要是觉得他们确实都能帮得上忙, 又赏赶着愿意帮忙, 那何乐而不为呢? 自己虽然朋友很多, 但都是闺蜜, 难得能喊出来的也就这俩人了, 大不了请他们吃大餐, 酬谢就是了。 这个寒洞紧贴着大堤, 大概半人多高, 猫着腰应该能走进去, 但是洞口铁炸锁着, 看大锁也是秀气斑斑, 估计有年头没开过了。 赵连牌以内行眼光审视了一下, 说这个寒洞位置很低, 紧贴着江面, 应该不是排水口, 估计是个取水口, 夏天封水期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在水下的, 现在枯水期, 露出来了。 至于是什么设施的取水口, 赵连牌说不好说, 不过看这位置, 再加上图纸上查不到, 估计还是跟妙法山的那个公视群脱不开关系, 也许以前就是妙法山主体公视的取水口呢, 不过看样子, 应该也是废弃多年了。 这个把月里, 文乐一天也没闲着, 他调查了很多东西,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试图找到魔窟的第二个出入口。 警方到现在也没找到第二个出口, 而且早就宣布结案了。 根据常识, 第二个出口是绝对存在的, 不然里面的很多东西根本运不进去。 而且文乐怀疑, 密道就在那间大教室里面, 黄宗胜只是个替死鬼真正的老师, 已经顺着密道逃跑了, 指, 有找到这个密道, 才能证实自己的猜想, 另外, 没准这条密道, 还连通着另一处魔窟呢, 也许徐晓慧就关在那里呢, 也许能找到那个老师的蛛丝马迹呢。 这些日子, 他开着车, 拿着赵连牌帮他复印的试证图纸, 围着妙法山和江滩, 找到了不少疑似的入口, 大部分的图纸上都有, 图纸上没有的只有几处, 而且, 他已经带着赵连牌和宋征探查过了, 都不是的, 现在这个废弃取水口, 又是一处图纸上没有的洞口。 文乐一声令下, 宋征拿出叶压钱, 三两下把大锁剪断, 一下推开铁栅栏门, 就要进去, 文乐喊道, 等等, 他跑过去蹲下, 查看铁栅门的荷叶, 发现上面虽然也是秀极斑斑, 但刚才开门的时候, 一点声音也没有, 他掏出一张面金纸, 在转洞结合处抹了一把, 果然, 纸巾上粘了一条黑色的油泥痕迹, 文乐心里咯噔一下, 直到最近, 还有人为他上过油, 他又捡起地上的大锁, 锁梁被剪断了, 能看到, 虽然锁梁露在外面的部分, 秀极斑斑, 但插在右边凹孔里的部分, 依然很亮。 他又反过来看锁眼, 锁眼位置也没有氧化, 露出亮闪闪的黄铜本色。 看得出来, 这把锁经常被打开, 但是很小心地保持了外观秀极斑斑的假象。 小心, 文乐站起身来, 拍拍手, 有些激动, 大概就是这里了。 这么一说, 另两人也都激动起来, 宋征从背包里拿出两把杨浆砍刀, 递给赵连牌一把, 两人戴上头灯, 小心地弯腰走进去。 千万小心。 文乐嘱咐完, 就坐回车里避风, 开始玩手机。 前几次他也想一起进去的, 但是宋征和赵连牌死活也不让他进去, 说这种事是男人干的, 你女孩子在外面等就行了。 文乐倒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每天挥汗如雨的健身, 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但实在扭不过两人, 接连几次, 他都没能成功下井, 无奈之下, 索性乐地享受女神特权, 把舞台全让给这两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 过了好久, 宋征和赵连牌再次跑出来, 激动地大喊, 小文,小文, 你倒找到了。 文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推门跳下车。 什么? 你倒找到了? 通到哪里? 魔窟? 里面有人没有? 没有? 确定? 确定? 文乐二话不说, 掏出手机, 不是报警, 而是要给卢振宇打电话, 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卢振宇, 只要卢振宇飞速赶来进江, 就能抢到这第一手资料, 他的事业会再升到一个新高度。 电话还没拨出去, 手机已经响起来了, 看着来电号码, 居然是一片空白。 文乐下意识一个寒战, 随即意识到, 这应该只是诈骗电话而已, 随手点了拒接。 刚想再给卢振宇打电话, 电话又响了, 仍然是那个号码空白的来电。 诈骗电话, 不会那么执着。 文乐迟疑着, 接起了电话。 喂, 话筒里是一个奇怪的低沉声音。 小文长大了吗, 都开始玩备胎了。 文乐身上一阵恶寒滚过, 抱着手机, 半天不敢吭声, 大口喘息着, 只是四下用目光搜索着, 半嗓, 才颤抖着小声道, 老, 老师? 嗯, 不错, 还知道, 叫我一声老师。 你? 你在哪里? 在看得见你的地方? 呵呵, 最近身材更曼妙了呀。 文乐一个哆嗦, 又是四下张望, 两侧江滩无限延伸出去, 其中不乏大片的荒草芦苇, 大堤上方, 是正在建的楼盘工地, 灰色水泥本色的楼体上, 一个个黑乎乎的窗洞, 就像骷髅的眼窝, 还有淮江对岸, 也是这样的荒凉江滩, 大地上更是一片码头仓库, 能看到这里的地方太多了。 祝贺你, 那个声音说道, 到底还是被你发现了。 发现就发现了吧, 无所谓, 反正那个地方, 我也不准备再用了, 对了, 我正在为你物色新地方呢, 到时候希望你喜欢。 文乐惊呆了, 抱着手机, 整个人都被恐惧抓住了, 他当初在魔窟里的那种压抑, 绝望的感觉, 再次涌上脑海。 他冷静一下, 按下了录音键, 然后问道, 你究竟想怎么样? 那个声音温柔地笑道, 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已经遵守了诺言, 我只是想帮你, 也遵守诺言而已。 文乐一正, 帮我遵守诺言, 什么意思? 小文, 还记不记得你承诺过什么? 你说, 让我给你些时间, 好让你爱上我, 然后你会带着幸福和感激, 陪我度过一生, 我遵守了诺言, 给了你时间, 一直都没对你做什么, 怎么样, 时间够长了的吧, 不知你爱上我了没有,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文乐冷冷地说道, 怎么, 你还想绑架我? 呵呵, 别说得这么难听, 不是绑架, 是邀请, 邀请你和我在一起, 我正在替你寻觅一个新架, 等找到合适的, 我会邀请你来一起生活的, 到时候只有我们两人, 不会再有别的女生和你争宠了, 我每天都能听到你为我拉琴, 而你, 每天都能享受到爱情的美妙, 体会到做一个女人是多么的幸福。 文乐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她再也受不了了, 直接挂断电话, 两腿一软, 跪倒在地上, 哭泣起来, 赵连牌和宋征惊呆了, 赶紧上前扶她, 大声喊道小文你怎么了, 这时候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文乐颤抖着拿起电话, 看到来电显示是卢振宇, 瞬间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按下接听键, 贴着脸哭喊道, 撒手眉, 撒手眉, 然而, 听同李一就是老师的声音, 哦, 你叫她撒手眉啊, 呵呵, 倒是很贴切, 那傻小子也就是一只哈士奇而已, 文乐惊恐万分, 又看了一下来电显示, 没错, 就是卢振宇, 她瞬间明白过来, 是改号软件, 文乐没再啰嗦, 直接挂上了, 几秒钟后, 手机再次响起来, 这次来电显示是妈妈文乐抱着手机, 望着屏幕上妈妈两个字, 颤抖着, 不知道要不要接听, 犹豫片刻, 还是接了起来, 哆嗦着说道, 喂, 你认命吧, 依然是那个声音, 命里注定你要陪我一生一世, 你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没用,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等待机会, 一个月不行两个月, 一年不行两年, 我有的是耐心, 而且这一次, 我不会再轻易让你离开我了, 小文, 这是命中注定的, 你无处可逃, 文乐尖叫一声, 挂上电话, 然后打给了李寒, 一小时后, 几辆警车云集在江滩上, 警灯闪烁, 警察在给宋征和赵连牌做笔录, 文乐坐在李寒的车里, 喝着李寒为他带来的热牛奶, 浑身仍然在不停地哆嗦, 李寒坐在旁边陪着他, 抱着他, 轻轻拍着, 哄着, 文乐缩在李寒怀里, 总算慢慢平静了下来, 李寒带着耳机, 听着录音里那个阴森森的声音, 经过变声器的处理, 尤为可怕, 就像半瘦人的声音一样, 李寒皱着眉头反复听了几遍, 最后叹道, 看来, 你是对的, 手机我拿走了, 文乐一个哆嗦, 然后一把夺回手机, 抱在怀里不撒手, 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李寒, 李寒一愣, 怎么了小文, 你连我也不相信, 文乐没说话, 只是戒备地盯着李寒, 慢慢地和他拉开距离, 似乎欲言又止, 但最后还是低下目光, 咬着嘴唇, 李寒知道, 他受惊吓过度, 也没怪他, 只是温言哄道, 小文, 你就算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警方吗? 文乐盯着他, 慢慢问道, 上次那个录音, 你们怎么处理的? 李寒一时语色, 然后睁着眼说瞎话道, 嗯, 嗯, 还在分析中啊, 文乐不屑去拆穿他的谎言, 只是嘴角微微上翘, 露出一个讽刺的笑, 警方都不相信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警方? 李寒正了半赏, 又露出一个我就知道, 你得来这套的表情, 无奈地摇头笑笑, 掏出一个手机优盘递给他, 要不说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儿呢, 给, 你自己考一份吧, 不过录音我得拿走, 要不然我没法交代, 文乐瞥了一眼手机优盘, 我这是苹果的, 不支持OTG, 李寒愣了, 拿着优盘有些尴尬, 文乐叹了一口气, 说道, 不过我云端有备份, 寒姐姐你找个iPad, 我共享给你吧,